欢迎回到北京演播室 刚才我们通过直播见证了 三星堆遗址四号坑 一根象牙的完整的提取 不仅是在三星堆 在近邻四川广汉的四川成都 此前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当中 也曾经出土过数百根的象牙 当时金沙出土的象牙是怎样的状态 出土之后象牙又是怎么来进行保护的呢 马上就来连线正在金沙博物馆的总台记者蒋玲 蒋玲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金沙象牙的有关的情况 好的 老春彦 我现在就是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那么这是在办公楼的一层 实际上这里也是成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室 那么在这儿我们请到的直播嘉宾 是我们的副主任孙杰 孙杰老师我想问第一个问题 当年金沙的象牙的发掘工作你也参与了 当时在祭祀区出土了多少巨型的象牙 这个我们经过初步的清理的话应该有一百多根 这个象牙经过初步鉴定应该都属于亚洲象的象牙 在这批象牙考古发掘出土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脆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不像新鲜象牙那么结实 也不像已经形成了这种化石的这种象牙 它是实化的 它那么强度那么高 这批象牙它正好处于一个中间的阶段 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已经流失了 但是还没有完成它的实化填充作用 所以是属于一个非常脆弱的阶段 那么在考古发掘出土的时候呢 当时也没有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 对它本体进行一个保护加固 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种这个硅胶临时冠锋的方法 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模拟它当时埋藏的环境 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环境保存 然后为我们后期的这个保护修复这个技术的研究 争取一定的时间 其实在我们这两天的直播过程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包括在我们的三星堆 这一次的发掘过程当中 也有大量的象牙 这既是我们的古属人 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的一个历史遗存 文化的信号 与此同时对于考古工作者 和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 这又是一个难题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从坚硬的这种新鲜象牙 到象牙化石过程当中 最脆弱的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这些象牙 都是在20年前通过硅胶的方式 隔绝空气保护起来的 但是我们看 这个亚克力箱子里的 这些硅胶明显是呈茶色的 这边就会更透明一些 那从这个包括我们展馆里面 有一些也有这种变色的情况 它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造成的呢 这个目前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 但是从前期的一些观察 和对象牙本身的一些分析检测 我们推测它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的话就是它可能跟象牙本身的 这个它的保存状况 它的含水 它里面的一些地下的一些物质 渗透到象牙里面以后 它在硅胶里面可能会反渗出来 形成这种变色 这是一种推测 另外一种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硅胶里面 会有一些艳养的微生物的存在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 进行分析检测以后才能证实 今年呢也是金沙发现了20年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像这样的 千古之谜的保护 也在争分夺秒的进行 大家看我们这个地上 已经有一个几乎是等比例的 亚克力箱已经到了这儿 今年呢我们就会去对这根变色 可以说最为严重的这个硅胶保护的象牙 去进行硅胶的替换 同时就能提取出一部分的硅胶 去进行研究 所有的这些工作呢 是希望为我们后来的这些象牙的保护 养取更多的时间 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啊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象牙制品 从这个象牙制品 如果您刚才不跟我说的话 我会把它想象成是一段树木 给我们介绍一下象牙 它这种独特的结构 我们可以从这个象牙这个段的截面上 可以看到象牙它的这个结构呢 它跟其他的这个骨角质的这个 这东西它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 它有点像树木的年轮一样 一层一层的这种结构 在这种大的层状结构里面 它也有很多的细小的这种 微小的这种层状结构 所有的这些层状的结构 都是依靠它的这个有机物质 就是单元胶原蛋白啊 这些东西交接在一起的 那么在三千年的埋藏过程中 这些物质一旦流失了以后呢 象牙就会沿着这些结构 然后慢慢地试水开裂 从这种大片最后完全变成一堆 破碎的这种坟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象牙制品 也是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 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进行加固的 实验的一个成果 所以现在他们能接触空气了 我们再带大家去看我们的一个实验作品 要知道在我们的金沙发掘的过程当中 当时也是因为周边的建筑工地的施工 当时也有这个工程的抓斗 其实对少量的这个象牙有破坏 那么我们的这个考工作者告诉我 在当年其实有这种小的象牙的这种碎片 没有进行很好的保护 在出土之后 最短的一个星期左右就完全变成了粉末 所以其实当象牙重现天日的那一天开始 无形当中就给我们的保护工作者 摁下了一个倒计时器 所有的保护都是争分夺秒的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在这个玻璃房子里面有一端象牙 它的前端仍然是被硅胶保护的 但是后端现在已经露出来了 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用硅胶封户了以后 要做的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对文物本体的这个脱水加固保护的一个处理 这个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最终的一个目标 我们最终要让象牙从这个硅胶里面剥离出来 然后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给世人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大的样品 现在在这个恒文恒实的空间里面 对它的这个保护的效果也是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和验证 好 谢谢您 其实啊在我们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对于象牙的保护工作 在这一次三星堆的象牙的提取和保护当中 已经有一些经验的交流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逐年递进 我们的科技在发展所给我们带来的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古蜀鲜明 给我们留下来的宝物 能够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更好地保存 为未来的研究留下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好的 春艳 以上就是我们在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带来的现场直播的报道 好 谢谢蒋宁的报道 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直播特别节目 三星堆新发现 现在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 三号坑的同尊已经进入到了提取之前的准备阶段 昨天的直播当中 考古人员还介绍三号坑有一片 有着奇奇怪怪同气的区域 接下来我们就再一次进入到现场 看一看考古发掘的最新进展 广泉时间交给你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刚刚我说的 有一件重器要提取 昨天我们也在三号坑里看过了 就是那个大口的同尊 马上要进行提取的工作了 现在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坑边做准备工作 已经在坑边上垫上了布就说明 马上看到了 在吊栏内可以看到这个大口的同尊 已经被包裹得非常严密了 它应该是在之前覆盖上了保湿的材料 保湿处理 然后在包裹上塑料薄膜 再通过3D打印技术 打印出来保护的PVC外壳包裹 再灌注石膏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膏凝固之后的状态 是吗 徐队 对 是的 白色的就是石膏 就是已经完全保护好了 就在吊栏提取 对 吊栏就在缓缓地上升 会长得慢 就是要紧 因为它比较重 这个里边带着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里边说带着土是吧 土不能拿出来 本来这个同尊就比较大 它有六七十公分高吧 七十多 七十多 本身就比较大 里边又灌注满了土 所以重量估计得有个一二百斤 有没有 有 应该是 再加上石膏 两百斤以上 二百斤以上 这个够重的 非常缓慢 徐队你说之前你参加过这个 这个同尊的清理工作是吧 对 我帮助清理过 帮助清理过 对 因为你是在四号坑 对 当时看到它 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 很幸亏 而且这么大的尊 还是第一次见到 对 今天就比较遗憾 因为它整个包裹起来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看一次 带大家看一次 这个尊的全貌 上面的花纹 非常的精美 然后体量很大 线条非常雄建 整个一个尊给人的感觉 气势非常的灰弘 可以说是一件重气了 我们工作人员很小心地把吊篮接过来 这个木箱要从上面卸下来 感觉就很重 这个铜器这么大体量的铜器提取完了之后 会运到哪呢 还是温饱中心 还是温饱中心 要长期的还是要到温饱中心 进行修复 首先是把它处理完 比如说土取样 然后清理 外面包裹的土也要清理 这个步骤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可能这小夕一段慢慢来了 慢慢来了 这个是不能急的 所以这个时间要看你这个就是在清理的时候 它的程度怎么样 损坏程度怎么样 它的那个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假如说 它的那个体 就是它的铜胎 铜袖 的情况怎么样 还有它的破损程度怎么样 都要根据这些来 清理完了之后 下一步就是修复了 清理完之后修复 修复咱们按照现在文物保护的修复的话 像这样的文物 它还得要有一个专门的方案 对吧 你这个方案 它的 首先分析它 提取它的信息 残存的程度 哪些地方残存 然后再用什么方法修复 用什么材料 等等一系列 然后再进行 根据方案的获准以后 再按照方案来实施 就是说 提取出坑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还有很多的保护工作 对对对 那具体还要进行什么样的保护工作 有什么样的工作的模式 我们现在呢 就请我们在三号坑外的记者赵京 带来他在现场得到的最新的情况 以及观察报道 赵京 好的 广权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三号坑外 那么我们也一直在这个仓外啊 在观察着大同尊 他提取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现在呢 在我旁边 我们是邀请到了三星队遗址 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 阮宏林领队 为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同尊呢 已经提取出坑了 目前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现在就是你看 看到这个同尊 它是悬挂起来的 就是我们要把它放下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同尊 它的口言是突出一下边 这个平面的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把它垫好 把它放好 避免呢 就是放到平面的时候 对这个同气造成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破坏 所以总的来说是要保证 这个文物提取过程当中的安全 那之前我们也看到 这个同尊可以说是三号坑内 这个气形最大的一件 而且也有可能是三星队到现在为止 气形最大的一个同尊了 提取它是不是有很大的难度 这个难度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刚才你已经提醒到了 就是这件同尊呢 的确是目前这一次发现的 最大的一件同气 那它最大的一件同气呢 也意味着它的重量是比较重的 那这么重量的一件同气 怎么样能够让它安全地 从坑内提取到 现在这个平面上 然后再从这个平面上 提取到现场保护实验室 再运输到这个现场的修复中心去 所以这个过程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而且我们之前也可以看到 这个同尊呢 它的口部是有一个破损 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 这个破损的部位 在提取和运输的过程当中 不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这个都是很大的难题 那之前其实我们在三号坑的坑边 也看到一个这个同尊的模型 我们特别好奇 这个模型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次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提取这些同尊 有这么多的难题 所以我们想的是 怎么来解决这些难题 所以我们采用的 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 既有传统的常规的 也有这种高科技的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模型 其实就是我们这次 首次在文宝 同气提取过程当中 采用的3D打印技术 这个3D打印技术呢 其实运用在考古和这个 文化遗产的领域 其实是有过的 那应该说这个技术相对来说 比较成熟的 那有这个3D打印技术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将这个同气扫描完之后 形成一个同比例 同样的这么一个模型 再利用这个模型呢 我们生成一个薄的这种硅胶体 那覆盖在这个同气的表面 对这个同气呢 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那其实通过染队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 保护这个已经有 三千多年历史的文物 它已经在这个泥土之下 埋藏了数千年的历史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考古 和文保人员 正在进行这个 一些相关的保护工作 那么之后 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 观察这枚同尊的 提取的情况 光全 好的 好的 赵京 刚刚赵京也带我们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提取工作的进展 和后续要进行的一些工作 我们现在呢 还是回到我们的三号坑 继续看一下 提取的这个大口同尊 现在提取的一个进展 我们可以看到 三号坑内的画面 现在基本上已经 昨天我们看到 是全坑的全貌 现在已经部分遮盖了 但是还能看到 其中一部分 很精美的器具 这是一件 石器 玉石器 这是大口尊提取之后 露出来的 这个 看来是比较大的一件 这个同尊下边 露出来的是 这是一个玉石器 对 但是不知道是一个 什么器型 是比较大的 但是已经碎裂了 可惜 这是它边上的一件 这个下边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青铜器的 这个是它拿起来之前 昨天没有看到的吧 没有看到的 没有看到 因为之前只有这样一个 特别绿的这样一个纹路 边上都是挡着的 记得 这是一件青铜器器 对 这是一个新出来的 又有这个文式 回形文 也是一个云类文的 您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型 现在说不准 说不准 对 因为它只漏了一点 但是看那个幅度的话是比较长的 我们现在又看到了那个昨天我们说的所谓的奇奇怪怪 当然不是它现在的真正的确定的名字 是我们的考古队员暂时给它命名为奇奇怪怪 因为它觉得确实比较奇怪 我们昨天很多观众和网友也说这个没有看够 所以今天我们让我们的现场的画面带着我们再仔细的看看这个奇奇怪怪 陈老师这是手 对 这是应该说是一个青铜人的造型 青铜人 它是坐在一个台子上 一个平台上 或者叫祭坛上吧 但是呢 它的乞丐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腿是从这个坐的那个台子的 里边给穿出来的 然后腿呢 小腿呢 是纹了的 你们看见有上面有很漂亮的这个纹饰 纹饰 然后两只脚呢 脚趾这个上钩 钩的很帅 这个几个纸头 另外呢 它的手呢 这个手背呢 我们 粗块像一个翅膀 但是我们再想想看呢 它的手 五个手指呢 又在那个 在它坐的那个台子旁边 这就又构成了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画面 一个画面 那么这个人呢 现在头部没有 还不知道 头部是什么样的 这个只有等以后 清理完毕 看能不能找到它的这个 头以上的这个部位 对 那么我们才能说它是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神 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就是在考古的发掘进展过程当中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的推进 可以看到更多的 更新奇的文物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那我们也惊叹于古代的 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的同时 更惊叹于古人的超凡的想象力 好 我们这一段的直播 告一段落 先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好 欢迎回到北京演播室 刚才的直播当中 我们又见证了童尊的提取 同时呢 也看到了 再一次清晰的看到了 奇奇怪怪青铜器 现场非常的震撼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不少都是一个被打碎的状态 那类似的情况 在和三星堆同属于长江流域的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也存在 那里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 商代遗址之一 迄今为止盘龙城遗址 一共出土文物是3000多件 其中青铜器就有500多件 传递了大量商代文化的信息 现在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金珠 一起到盘龙城遗址去看一看 金珠带来你的报道 好了 老春艳 那盘龙城群落呢 是存在于3500年前的商代的早期 我现在就是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在这里我们能发现非常多的 别具一格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关于这个盘龙城遗址的定性啊 其实很多这个专家呀 有一些说法就是 它是早期的一个军事的据点 为什么呢 就因为刚才老春院已经说到了 这个盘龙城一共出土了500多件的 这个青铜器 那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就是青铜兵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展示柜看到的 这些铜刀铜歌等等 另外呀 我们在一些高级的一些墓葬区里面 也发现了大量的 其他的青铜兵器的一些形状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件啊 这个是一个铜面具 而专家说呢 这个铜面具在盘龙城遗址啊 它是独有的 在其他的遗址区呢 我们并没有发现 其实它就是将士们将领们 在打仗的时候 戴在脸上来保护自己面部所使用的 另外呀 这个铜面具的 当时发现它的这个遗迹 我们还放在这个展区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片稍稍凹下去的这个土堆啊 包括你看这个 泛着绿色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青铜面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一个高级墓葬区里面 要为大家特别介绍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像斧头形状一样的 这个叫做铜月 大家看 他把它横过来 然后绑在木棍上 其实就是将士们在战场上杀敌的一件兵器了 但是呢 在慢慢的演进当中呢 这个铜月就逐渐变成了这个君王和这个军事权力的一种象征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君主我们为什么要叫他称为王 其实这个王字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铜月而演变过来的 在最早的这个甲骨文和金文当中 这个铜 这个王字就是用这个铜月而演变的 最后呢 在一步一步的抽象化 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王字 其实啊 在这些天的这个三星堆的一些考古发现当中啊 我们这个六个祭祀坑里面啊 其实啊 就是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文物 它其实都有一些破损的现象 其实这样的现象呢 在我们这个盘龙城遗址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你看我后方的这个区域啊 我们展示了这些青铜器 大家能看到 其实有很多都是破损的 尤其是这个铜顶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的这个腹部 这个凹进去的地方 是不是有点像啊 就咱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人 人为了这么击打 所以把它给击碎了 击得凹进去了 这个其实啊 是在商代的时候 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习俗 叫做碎器葬 那就是他们这些陪葬品呢 要跟随着这个墓葬的这些主人们 然后呢 在主人下葬之前呢 把它给弄碎了 然后呢 人为的弄碎了 然后和主人一起下葬 你看另外我们再看到 这一件器物也是一样的 它就是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这个样子 就是明显的是人为损坏的一个痕迹了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修复的时候呢 除了让它保持它完整的形状之外呢 并没有把它破损的地方 把它给连接起来 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 这种碎器葬的这种习俗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啊 不仅会感慨啊 在这些文物的身上 我们虽然它经过了三千五百多年 但是呢 从它身上的这些蛛丝马迹 我们确实能够还原当时人们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图景 其实青铜器的铸造的方式 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说 可以说是顶尖的高科技了 在学界呢 就是有一些争议 比如说我们这个盘龙城 出土了这么多的青铜器 那它到底是在盘龙城这边生产铸造的 还是说我们把青铜器的这个原料 我们运送到中原地区 然后由中原地区生产铸造之后呢 我们再运回南方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也特别请到了盘龙城 遗址博物院的院长万林女士 请她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万女士 你好 关于盘龙城青铜器的来源 因为盘龙城的青铜器呢 在青铜器的器类 器型以及纹饰 还有它的那个铸造工艺上面 都和中原的郑州商城非常相似 所以广受学界关注 那么随着近几年来 我们对盘龙城小嘴遗址的 这个发掘工作持续推进 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一带有大量的这个铜扎 以及含有铜扎的灰烬钩 那么呢 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还发现了有那个石板 构成的一个操作台面 同时呢 还有铸造青铜器所必须的 这个陶饭和石饭 另外我们通过那个便携式的荧光仪 就发现了在这一带 就小嘴遗址这一带 有这个它的铜的含量 就远远高于其他的地区 高出的那个高度呢 应该达到了数十倍 那么经过这种多重的证据 我们就发现这个盘龙城呢 在当年呢 是完全具备铸造青铜器的这个能力的 这也就是说在三千五百年前 盘龙城的先民们 是掌握了当时的高科技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万元长 其实啊 整个盘龙城据专家考证 它是在商代早期 长江中游地区 唯一发现的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城市群落了 可以说它的盘龙城 所代表的长江中下游的文明 和中原地区的文明 是交相辉映 而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们都是我们历史长河中的 异议的星光 好的 劳春燕 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 专家介绍说 三星堆青铜器 可以和鹰虚的青铜器相媲美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和三星堆差不多 同一时代的鹰商王朝的遗址 河南安阳新殿遗址 经过近年来不断地发掘 考古人员在这里 发现了迄今为止 范围最大的 商代晚期祝铜的遗址 我们的记者王涛 正在安阳新殿遗址 王涛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 春燕 首先在介绍新殿遗址之前 可以给大家先看一组画面 这组画面是目前到现在为止 整个在殷虚范围内 其他地方同时期正在进行的 考古发掘的现场 那我们知道殷虚考古发掘 从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就开始了 而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 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 叫新殿遗址 它也是2016年刚刚开始首次发掘的 那这个新殿遗址 它的总面积有100万平方米 其中铸铜的区域就占到了一半 也就是50万平方米左右 可以说是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的遗址 那目前这个遗址可以说是 在商代来说是一个重工业基地了 而我们身后的这片区域 可以说是重工业基地中的一个厂房 而这个厂房它采用的铸铜法就是泛铸法 那么什么叫泛铸法呢 我们知道一个词 磨泛磨泛 磨和泛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就让大家来看一下磨泛 那手中现在拿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磨 大家看这个磨是用泥土捏成的 然后再用雕刻成型的 这个磨的形状呢 像一个兽 大家看它上面长着两只脚 旁边呢还有一个獠牙 但是它的面部呢 却是像一个人脸的面部 它的眉毛啊 眼睛鼻子啊都叙叙如生 可以说非常的逼真 因为这是刚刚从后面发掘出来的 还没有经过专家的鉴定 所以我们还暂不知道 它究竟应该叫什么 我右手拿的是一个范 那么铸铜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范呢 将磨具紧紧的扣住 将磨的印记留在范上 然后再将烧住好的铜汁 整个的灌入到范内 这样一个青铜器就慢慢的成型了 当然我说的是一个很简单 也是简化了的过程 像我身边的这个新店遗址 光出土这样的磨 范 芯 还有熔炉的碎片 就有三万多件了 那刚才说到了这一处遗址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采访当中 还了解到其他的阴墟的发掘 最近两天也有新发现 像昨天我们就拍到了 在另一处遗址上 就发现了商代的一个白桃 因为我们知道商代的青铜器很有名 但是白桃大家很少听说过 这是因为新中国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在阴墟出土的 较为完整的白桃的器具 而最近发现的这个白桃 它的完整度达到了90% 所以说非常的珍贵 因为我们知道阴人上白 这是在礼记中记载的 所以这个白桃也是阴商贵族他们使用的一个东西 而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这个完整的白桃 可以说也是填补了一项空白 对我们中国陶瓷史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好 目前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因虚能够源源不断的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好 春言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好 非常感谢王涛给我们介绍了商代的重工业基地 我们继续来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施敬松先生 施先生 刚才我们的前方记者也给我们介绍了 当时商代的重工业基地 就是筑铜基地 那应该说呢 其实英雄出土的这些青铜器 一直是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东亚地区最高的 一个青铜器的铸造水平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三星堆也不赖啊 你看180公斤重的大力人 800公斤重的大神数 那如果跟英雄跟英商的这个青铜器 铸造水平比比的话 怎么来评价这个三星堆的铸造技术 三星堆和英雄两个地方 处置的青铜器差别很大 如果就大口尊 雷这对青铜容器来说 应该说英雄的产品更精致一些 但是三星堆确实有一些青铜器 也需要很高的技术的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两米多高的大力人 还有接近四米高的神数 那么制作这些大型铜器也是有难度的 而且制作这些大型器物 可能还需要一些焊接的技术 包括我们刚发现的三号坑出土的顶尊的利人像 如果真是一个顶尊的人像的话 那也是采用了这个焊接的技术的 所以说这个英雄和三星堆 他们的铸造技术是各有特点的 说到这种比较的话 那如果我们再把盘龙城也一块比较 盘龙城三星堆 还有英雄他们的青铜器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 盘龙城和英雄是比较接近的 他们属于一个文化系统的 那么三星堆不一样 三星堆的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 大致可以归为这么几类 一类可能是表现这些崇拜的对象 或者是具有象征性的这些器物 比如说人头像 面具 神术 包括这些太阳形器 人的眼睛 眼形器 还有各种形态的鸟等等 这些是有象征性的这些器物 那么第二类可能是表现一些 祭祀场景的器物 比如说是神坛 顶尊的人像等等 还有第三类就是祭祀用器 就是大口尊业类的容器等等 一些祭祀的用器 这是三星堆青铜器的一些特点 那么这些青铜器都是用于宗教活动的 它们都是出自于祭祀坑或者祭祀区的 那么商文化的 包括盘龙城的青铜器 那么主要是青铜容器 工器 兵器等等 它们是礼器 是实用器 最后是用于商葬活动出土于墓葬的 所以几个文化青铜器 它们的差别不光是类别的差别 或者形态的差别 更重要的是功能和含义 它们是不一样的 好 欢迎继续收看直播特别节目 三星堆新发现 刚刚在四号坑提取的象牙 经过转运呢 现在已经抵达了距离发掘现场 只有几公里的三星堆博物馆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现场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文保中心的 总台央视记者率俊全 俊全 好的 陈先生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文保中心 这里的一楼呢就是开放式的文物修复馆 它就好像是一个文物的全科医院 三星堆这次发掘出土的很多文物呢 都会第一时间送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保护处理和修复的研究 那么在昨天如果看了我们特别节目的朋友呢 一定还记得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修复馆里面 带大家领略了金灿灿的这样一个金面具的魅力 那么今天呢这里的主角当之无愧的就是象牙了 因为可以看到今天在刚刚十几分钟之前 象牙是抵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修复馆 现在呢所以现场还比较的忙碌 可以看到我们的文保人员正在进行相应的一些清理的保护工作 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啊 可以说曾经是世界难题的象牙提取保护 现在呢有了一定的进展 究竟现在的技术如何要进行怎样的处理啊 我们来采访一下 好 那那个校舍看到您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清理的工作 咱们今天提取过来的这个象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现在看到的这个象牙是一个你身上的一个象牙 因为我们科技科技同时他们要做第二个取氧监测 所以我们在现场的话是通过这个物理的方式 从坑里面取出来 我们现在实际上的工作 咱们接那个阳瓶取了以后 我们就会对这个象牙做全面的消毒杀菌 然后把上面那个现在辅佐的泥土把它清理掉 对它同时的话还做保持工作 对 可以要做的工作很多 但是刚刚您强调了 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最原始的状态 进行这个DNA的取样 因为我们也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DNA的这个在考古学的研究应用上呢 也是越来的越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的那位同事 张老师呢就正在进行这个DNA的取样 我们也来问一下 那那个张老师 今天这个取样的这样一个环境如何呢 这个象牙 就是三星堆的这个环境呢 它其实是非常不利于这个有机制的保存 我们看到这个象牙它保存状况比较差 所以我们在挑选在取样的时候呢 就要尽量挑选那个骨质比较好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也要避免它这个火烧过的痕迹 因为火对那个DNA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那要给大家解释的就是 我们在现场啊 其实只是DNA取样 把这个象牙的很多这个样品呀取回去 真正的这个要提取DNA呀 还要到实验室里面来进行 后续的难度是不是挑战更大 对 这是对骨DNA的提取 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的样品最后会送到 中国科学院骨脊椎动物与骨人类研究所的 专门的一个骨DNA实验室进行分析和研究 那如果这个DNA能够提取到的话 对于我们研究这个大象也好 三星堆的这种众多谜团也好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究竟研究它是干什么 DNA其实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大象的来源 来源的问题 它这个我们的象牙到底是从 外边以成品的形式输入到 古蜀国呢 还是它就是本地的一个象 一个大象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亚洲象 它的一个迁徙的过程 它是什么时候从 就是从北 它实现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亚洲象它主要是分布在 东南亚地区 那么亚洲象它的一个迁徙的过程 以及它的一个演化过程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也非常的感兴趣 好的 谢谢张老师 那可以看到 这个DNA后续的提取也非常的关键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 孝师和他的同事 已经在进一步地进行这个清理 刚刚您也提到了 除了这个就是杀菌之外呢 可能还要保湿工作非常的关键 为什么保湿这么重要呢 是怎样 那个象牙的话 它在那个地下卖厂3000多年的话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温定的环境 然后这个象牙出土以后 我们把这个表面的那个泥土取消掉 它就会失水 失水以后的话 象牙的表面就会发生 手术 开泥 甚至分掉 所以我们就必须一下 在很长的时间内的话 要把水给它缩住 把信给它包下来 在实在性的一开始发觉之初 我们通过渔盘 估计会出土这种大型的那个 保水的象牙 所以我们和传绿的多加的 可能单位的话 或者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方生材料 但我们把表面的泥土清理干净以后 然后消毒杀菌 对象牙进行消毒杀菌以后 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带大家看一下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 可能这里面很多都是 有黑的 有上面的泥土 其实它上面只是薄薄的一层 刚刚专家也告诉我们 所以要小心翼翼地处理 然后才能把这个 不迫害象牙的情况下 然后尽快地杀菌消毒 然后再进行这个保湿的处理 那其实在我们实验室 除了这个象牙的这个保护 应该说提取是一个非常的关键 那专家跟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玩笑 就是三千 几千年前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是最难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说是几百年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象牙的牙又还存在 所以没有问题 如果说是数万年的话 那它已经成为化石了 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那其实可以看到在实验室里 除了象牙 还有一些牙雕的这样的一些残菌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这个观测 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个纹饰是已经显露了通过显微镜 那我们采访一下那个蒋老师 现在您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残菌呢 这是我们五号坑出土的一个 象牙雕刻品的残菌 可以看到它的 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精细 它的这个残长只有1.4个厘米 1.4个厘米 然后在这1.4个厘米的长度里头 它有九个纹饰 非常的精美 这是什么纹饰呢 这个是羽翅纹 那上面可以看到 那个细小的那种刻痕 是不是应该就是更细了 对的 因为我们1.4个厘米里头 有九个羽翅纹 那么我们每个羽翅纹 它又有很多线条组成的 我们的每根线条的话 它的宽度就更细了 通过测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做工是非常的精细 数千年前 古人的记忆就已经非常精湛了 这是多少呢 这是只有不到50个微米 就是可以想象我们的古属人 在当时还没有我们显微镜 这些产品的时候 他们怎样才能加工出 这么精美的一个亚雕制品 那这样的亚雕的 这个制品的残建 在我们的发掘过程当中 发现了多少 现在在我们五号坑出土的 象牙制品中 有少部分有这样的一个雕刻的纹饰 纹饰也是非常丰富 有我们的羽翅纹 云雷纹 还有一些镂空的云雷 云纹 雷纹这些 好的 谢谢蒋老师 那其实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可以了解到 关于牙雕制品的这个研究 包括它的曾经的这个用途 是生活用品还是艺术品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金光闪闪的 这个五号坑里面呢 都是大家接下来要研究的 包括象牙的提取 以及我们象牙里面的这种 DNA的这种提取 都是我们的文保人员 在今后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要接下来的工作 我们也期待发掘能有更多的发现 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 陈燕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谢谢帅俊全 发自三星堆博物馆 文保修复中心 也就是文物医院的报道 那刚才的这段现场呢 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了 科技考古的技术含量 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进入到 三星堆前方演播室 朱广泉将会帮助网友们提问专家 广泉时间交给你 好的 陈燕我们赶紧进入 快问快答的环节 因为我们通过央视新闻的微博 也征集了很多网友 关于三星堆的一些猜测 一些疑问 我们现在就现场 请我们的三星堆意志的 一号二号坑的考古的领队 陈贤丹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先通过 现场的虚拟画面 看到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 提出了哪些问题 我们从其中挑出一个问题来 回答我们的网友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挑其中一个问题 因为网友提的问题会比较多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现在这个屏上一共有四个问题 刚刚我们聊的时候 说火锅的老祖先的问题 虽然是戏称 常常是没有说完 我们就回答这第四个问题 就是传说三星堆里 发现了最早的火锅 这是真的吗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图片 我们在椅子里面 发现有一个三个带竹 有叫声的符 还有宽延的一个气形 我们把它叫做三足形吹气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画面那么它有宽宽的盐 有三个大的带竹 有一个较深的符 盐边 我们既然把它叫做三足形吹气的话 那么顾米思义 它就是做饭 炖肉 这都可以用的 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个 这么宽的盐 它也可以放食物 那么就是说 我们四川一看店就想到火锅 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做火锅的 但是它不是单纯就是做火锅 它也可以 我刚才说 也可以炖肉 也可以做饭 但是所以它是一个 一种就是我们最早的一种吹气 也可以是为我们隐私文化当中 四川的火锅的 一个起源的其中之一吧 这种器具 就是它可能是 可以用来吃火锅 但是当时的人呢 可能没有火锅 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 因为它那个三个带竹 下面它就可以 大量的容水 对 也可以容水的也很大 火又在下面烧 它用不着 我们现在比如说以前 三十一顶锅 弄一个石头 把锅顶起来烧 它不用 它自己带 很方便 自带顶足 对 然后又有水很大 可以加热 对对对 功能性非常强 所以我们古代先民的这个智慧啊 真的 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个 那个高饼豆 就是它 乍一看以为是油灯 但实际上它上面那个牌 比油灯要大很多 它就是放 它放食物的 因为它古人席地而坐 对 过去没有炖子 没有椅子 没有板炖 所以它高高的 它就 蹲到地下 或者坐到 它也顺手方便 站着也方便 对 而且那个豆子在我们的古文字里边 就是一个可以 一个气米 对 带气米加热的这样一个形状 所以可以说古代先民在淘气制作方面的精湛的工艺和想象力 包括它的创造力 而且大量的淘气说明了我们的农业非常的发达 可以有古物 关键是它既美观又实用 对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三足的吹气是独特造型硕大体型 靠实力成为了火锅最早的雏形 好 那我们今天的现场的直播部分就是这些了 明天会有很多的新的惊喜等待着大家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三星堆探秘 好的 谢谢广泉 欢迎回到北京演播室 那我们最后再来请教石先生一个问题 石先生一直有一个观点 您认为之前发现的这个一号坑跟二号坑 一号坑是代表了王权 二号坑是代表了神权 性质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又出现了六个坑 您认为这六个坑是属于什么性质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原来认为一号坑可能是代表王权 二号坑的主题是太阳崇拜 体现的是神权 两个坑可能是同时的 那现在有的新发现 那我们就得对不光是六个坑 是对八个坑要做一个 重新一个全盘的一个考虑 这些新发现的考古材料 或许能够纳入到原来的解释体系当中 丰富补充发展原来的一些认识 也有可能就把原来的一些认识 全都推翻了 都有可能 所以这也是考古发现的吸引力 也是考古学的魅力 所以我们说考古学是一门敞开的学问 它是向未来敞开的 是对未来开放的 所以它永远有新的疑问 也永远有新的发现 同时也有新的惊喜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鸭子河 马木河 成都平原的那一片河网 滋养了三星堆人 孕育了这里的文明 一大批带着远古潮湿气息的文物 向今天的人们 招式了三星堆人 和那一片土地的互动 生养与自的三星堆人 用高度发达的文明样态 展示了他们在文明前进路上的 坑墙足音 也因为三星堆人的贡献 我们有机会见到了 中国西南大地上 三千多年前 那生腾的文明气象 文明的满天星斗 在西南大地上闪耀的情境 也永远进入到了中华文明史的脉络当中 正因为如此 我们要感谢三星堆 感谢三星堆的考古发掘 正如考古学家张光芷所说 我们正处在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一个 关于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史前史的 全新知识体系的创造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 更多的文物 在等待了三千多载的光阴之后 将和公众见面 明天西文频道直播特别节目 三星堆新发现 将继续对准那段成分的历史 见证历史时刻 共享文明荣光 明天十三点 我们再见 明天十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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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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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